黃寶淺素是當今愛護地球的險學 許多賣場改用所謂的可生物分解塑膠袋 消費者使用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沒有罪惡感 好像為地球盡了那麼一點心力 不過來看看這種所謂的可生物分解塑料 它必須要在特定的溫度 濕度 和微生物等環境條件之下才會有效 並不是一般人想像的那麼容易 而且這些材質完全無法可回收再利用 如果被字面誤導而大量濫用 反而是增加垃圾 對地球的傷害會更大 可生物分解塑膠袋到底好不好分解 美國普萊茅斯大學的科學家 試著把它們放在空氣 土壤 水中等 不同環境進行測試 三年後發現塑膠袋並沒有什麼分解 有的甚至還兼顧到可以裝雞蛋 裝香蕉 理論上所有的物質都會隨時間而分解 重點在於花多少時間 傳統的塑膠袋要等上100年 嬰兒止尿部要500年 所謂可生物分解塑膠袋 使用的是能夠較快分解的材質 但前提是環境中必須要有氧氣 水分 以及進行分解的微生物 通常可分解塑膠袋被丟棄之後就被送進垃圾場 這種環境不符合分解條件 因此所需時間比預期多得多 分解時還會釋放出甲腕 這可是比二氧化碳頑強23倍的溫室氣體 Bio-degradable doesn't at all mean recyclable It's actually the opposite In reality, we need to get rid of a biodegradable plastic bag It can't be recycled It has to be discarded either by sending it to an incinerator or a landfill So from an 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 再者,可生物分解並沒有廣泛的認定標準 因此當包裝上寫著可生物分解 我們無從得知它在什麼條件下 需要花多少時間分解多少比例 基本上沒有參考價值 目前唯一可信賴的國際認證標章 是生物可分解材料可堆肥認證OK compost 這類生殖塑膠袋 是用馬鈴薯、玉米澱粉、海藻等材質做成 能在六個月時間內快速分解掉九成 但是同樣需要在高濕度、高溫六十到九十度的嚴格工業環境下才行得通 也就是需要相關的處理配套 歐洲國家中有基礎於回收系統的佼佼者是意大利 平均每兩個人當中就有一個人可以使用到這項服務 北部大城米蘭 百分之八十五的有機廚餘 包括用來裝廚餘的可堆肥塑膠袋 都一併有系統性的回收處理 有很多綠色的綠色 在這道路上的說話 是有很多綠色的綠色 我們也聽到的 綠色的綠色 綠色的綠色 你需要把這些綠色的綠色 你需要忍耐一下 這類似的經濟的綠色 這類似的經濟方法 是經濟的經濟方法 經濟方法 消费者不要贪图方便随手丢弃 而是尽可能的重复使用 才能最有效的减轻地球垃圾负担 记者是会中报道